六十七 明報 調查報告光日企館因巡文化劣根 2015年7月22日國際A20調查報告其中一該野人注目的部分是 直斥東之存在下屬不敢違背上司要求的企業文化 亦存在審計體制鬆懈等企業治理問題 事實上,日本企業管治文化一向備受爭議 安倍政府嘗試推行改革,全新企業管理化在上月生效 但有評論質疑改革雷聲大雨點小 下屬不敢違背上司新的企業管理化旨在促使日本企業加強透明度 包括要求企業至少有兩名社外董事、獨立董事 可是不少評論質疑此舉是否足夠 東之在今次醜聞曝光前便已有四名社外董事 佔董事會人數一四,卻形無法阻止回計造假發生 東之據報決定減少董事局成員總人數 並將社外董事人數比例升至過半 以免董事會受公司內部人情和利害而關係束縛 東之還委任社外董事 東京理科大學教授伊丹敬之出任審計委員會主席 並設立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經營刷新委員會 不過效果上需拭目以待 英國管理學雜誌Management Today 網上評論質疑 日本企業文化依然非常內向 經濟學人上月報道便指 日本企業合共約四萬名董事中 只有274人是外國人 與此同事 下級仍然被期望聽從上級 晉升機會大體基於年之而非對公司的價值 文責常不了了之彭博社評論質疑 中資只不過會時企業文責雷聲大雨點小的另一例子 過往企業高層即使犯下造假等罪名 但往往不了了之或只需受到很小的懲罰 例如 汽車安全氣袋製造商 且決出產品出事至死後 總裁高田謀久無需辭職 福島核災後東京電力也未被嚴厲要求問責 評論指 安倍政府若要整頓企業文化 便應拿出事企業的管理層開刀 並且以身作則向陳副官僚下馬威 示範如何撼凍抗拒改變的傳統思維 綜合報導